我带着我的男朋友 一起去练宗 然后男朋友很年轻 我们差距19岁 因为我们开个剧 你演他妈妈 你演他妈妈的愿意吗 金麦蒂出招 考温是12岁女性 愿意和小时就睡男友演母子 各位老师好 我叫何洛洛 今年22岁 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你可以靠近我来 这边看一眼吗 可以 你要脱口红跟 对对对 但我可以擦掉 都可以 超严厉的我的话 好吧好吧 我只是问一下 或者为什么男生都会用 这样的化妆 我没擦 我没有 大陆专门严重无限超越版第二季 手机进行面试环节 眼里导师吴正宇 再次上线让全员抓勒单 我是在19年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然后19年我收获了很多的朋友 家人 哥们 这关表演什么事 这关表演什么事 来 快点 来 下面一位 接下来呢 轮到很久没演戏的大陆男星 住是小商场 当曾志伟还在鼓励他时 演员 演戏 可能是一生的 不要浪费自己 这么多年的经验 好 我们今天不是要考验他的表演吗 为什么要鼓励他那么久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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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 接着进行演技考验题目是发现父亲去世嫌座的最后一道菜 才在节目上公开就会练小十九岁 先用男友的42岁女行精煞也来嘎一叫 这一部其实神话是我对大家就是比较认合的 是节目中剪的还是你自己挑的 自己挑的 那你挑也不会挑 你就躺在那儿还看不见没有正脸的 这一段你想我们看什么 我只是看就是 不说啊 只有你看 太诚实了嘛 然后呢就开始介绍起自己的小男友 现在的标签 清醒的恋爱脑 然后颠簸杠银般的笑声 其实这个标签就跟演戏还没有太强烈的关系 是因为我刚刚下了一个综艺 是我带着我的男朋友一起去练宗 然后男朋友很年轻 我们差距十九岁 你的男朋友好像也是演员对吧 他还不能称为演员 因为他还没有什么作品 他就是大学生刚刚毕业 因为我们开一个剧 你演他妈妈 你演他妈妈 你愿意吗 就演两五子 但是里面 但是外面就是两个情侣 我可以介绍 好